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卦与子讲 金英杰组委会清理刷票数据后 赵丽颖的票数不减反增 着实恋敬佩 在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排名中 赵丽颖升至第一名 并且与第二名的谭松韵也拉开了一段距离 确实是大反转 在金英杰官方清票后 只有赵丽颖和谭松韵的票数不减反增 而其他人都或多或少的有些变动 官方的暗包最为荣耀 想来赵丽颖的粉丝也应该呢 跟赵丽颖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 10月16日是赵丽颖33岁的生日 凌晨赵丽颖工作室便是爱出了 为赵丽颖庆生的美照 谁也没有察觉到 当年那个坚强勇敢的赵丽颖呢 现在已经为人目已经33岁 但她依旧脚踏实地不卖惨 在金英杰官方大反转后 赵丽颖票数不减反增 许多人都对赵丽颖发自内心的佩服 33岁生日老人脚踏实地不卖惨 也难怪赵丽颖能拥有现在的咖位 也难怪赵丽颖的路人员能这么好 最近热搜几乎每天都有着金英奖的身影 可见大家对此事是多么的关注 而随着金英开幕式的顺利召开 赵丽颖一身华服更是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在大众眼中 今年赵丽颖的造型简直呢 可以称得上是历届最佳 虽然赵丽颖的服饰没有过多的装饰 相对来说也较为朴素 但正是因为如此 反倒得以保留并且彰显出 其自身独有的女神气质 一直以来呢 赵丽颖给予人们的印象 都是温柔可爱的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事业的成功 乃至她入了幸福的婚姻 在不知不觉中呢 赵丽颖的身上更是多了一丝成熟与稳重 而这一点在中餐厅中 可谓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中餐厅的收官茶话会时间中 赵丽颖便对黄晓明表示了感谢 感激黄晓明在自己出来乍到的时候 给予的鼓励与关心 同样的浩飞也对赵丽颖表示了感谢 在浩飞的眼中 赵丽颖本就不是一个强壮的人 甚至有时候她还会觉得 自己呢有些事情做不到 但是这却丝毫不影响赵丽颖的努力与上进 她依旧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或许呢她不是最强壮的 但是她一定是最强大的 而最要浩飞感动的便是赵丽颖给予他人的温柔与暖心 她会亲切的与人说再见 会提醒客人小心台阶 会主动的蹲下来与小朋友一起玩 甚至她还会关心身边的人 其中呢就包括给浩飞送了一个粉色小猫袜子 只不过其实是马桶玩具 对于赵丽颖来说呢 可能她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但是她却是一个愿意默默付出的人 而她善意的举动也终将被人们呢 铭记于心温暖着整个世界 赵丽颖的温热不仅温暖了浩飞 更是要喜欢她的人 能够对这个世界充满美的幻想 人人处处有真情 处处有真爱 即便是在节目过后啊 浩飞就难以忘怀 姐姐赵丽颖对自己的无私付出 因此呢 她也借着发动态之便 表达了自己对姐姐的感激与喜爱 或许在此后的生活中 她们难以再相见 但是赵丽颖的那份心意与温柔 必将成为浩飞不断前行的动力 成为她暖心意识的启蒙者 赵丽颖用她的实际行动 在为我们展示世间美好的同时 也温暖了她身边的人 对于引火虫来说 能有这样的一个爱豆 无疑是幸运的 她不仅能够为大家带来好的作品 更能够成为人们的人生导师 以身作则 不断激励着人们共同建设和谐温暖的社会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 赵丽颖的行为 恰恰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 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心存善意 以温柔的举动温暖他人的心灵 从而拉近彼此的距离 拉近心的距离 是赵丽颖要我们明白了 人与人之间是有真情存在的 而我们善意的举动在帮助他人的同时 也能够让对方感受到内心的温暖 人间的美好 让其同样能够以温柔的心去对待他人 去面对这个世界 这才应该是一个爱斗应有的模样 这样的人才能够被真正的称之为明星 因为他不仅能够为大众带来好的作品 更能够为大家带来积极向上的三观 用他的实际行动来证明 人与人之间是有真情存在的 赵丽颖33岁的生日 微博热搜榜冯少峰给赵丽颖的祝福评论被淹了 这条热搜一度占据了榜首位置多时 明星夫妻之间的生日祝福总会霸占热搜榜 1987年10月 赵丽颖出生在河北狼房的一个农村家庭 父亲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 母亲则是百货商场的普通销售员 高考那年 赵丽颖考取了廊房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空城专业 作为一名空姐 是赵丽颖最初还算现实的梦想 可家庭条件的限制 在投考空姐的那一年被迫放弃 至此生活和未来似乎毫无声趣 管道房府公司销售员 是赵丽颖离开学校后 参加了一份并不快乐的工作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 人生的机会和好运 总会在最需要出现的时间里呢 给你一个错不及防的惊喜 2006年浙江卫视 华裔兄弟 雅虎网联合举办了名为 雅虎搜新的选拔新人的比赛 并邀请陈凯歌冯小刚和张继中 三位大导演做嘉宾评审 为满19岁的赵丽颖决定报名 为自己二十有过的演员梦做一个交代 很幸运 最终赵丽颖被冯小刚组选为冠军 之后被华裔兄弟签约 同时参加比赛的另外两位 陈凯歌组的冠军和张继中组的冠军 如今早已被人遗忘 只有赵丽颖一路长红 出道的那一年 便拍摄了冯小刚导演的广告片 贵族片 还和周迅呢 一起拍摄了御兰游的广告 我们印象中的赵丽颖 无论影视作品还是本人 给人的感觉都不是特别的惊艳 作品没有代表性 饰演过的角色 也没有让人激疑犹新的人物 私生活一样没有特别绯闻爆出过 农村走出来的赵丽颖 真是一位安分守己 兢兢业业的好演员了 从2006年出道 到2016年的那十年 不温不火的成就 并没有让她自甘堕落 满足于当下的幸运 赵丽颖向人们展示了什么叫居足 赵丽颖在影视圈默默无闻的十年 演绎了三十多部作品 历练了一位演员的 从内到外一眼看去 或许呢除了花千古 那些影视剧如此陌生 甚至也会惊叹 原来赵丽颖对表演的喜爱 从未停止过 十年砥砺前行 赵丽颖未居一线演员的行列 自2017年开始 她的每一部作品都能被人熟知 韩寒导演的喜剧片 陈锋破浪 与邓超 彭宴的连绝出演 让影片的票房升至十亿以上 更为可喜可贺的是 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 赵丽颖的蜡像正式入驻 影视剧《楚桥传》如同《甄嬛传》一样 备受观众的喜爱 动作战争片《密战》与郭富城 饰演一对地下党夫妻 关于古装剧的赵丽颖 饰演起战争片的剧情角色 一样游刃有余 古装爱情片《西游记女儿国》 赵丽颖让人们心中的 女儿国《古王一角》有了新的看点 冯绍峰饰演了影片中《唐森一角》 那或许是他们的定情之作 影片《西游记女儿国》 上映的同年10月16号 也是赵丽颖31岁生日之时 两人发布了结婚照 宣布结婚娱乐圈又一对模范夫妻 冯绍峰出道于1998年 从影22年来 一样是圈里圈外 口碑优秀的好男人 除了2012年因爱情影片 《我想和你好好的》 和演员妮妮产生的恋情 两人因戏生情 终不能长久 维持了三年和平分手 三年足够证明一段感情的合适与不合适 没有人对那段感情指手画脚 如今赵丽颖和冯绍峰已经有了孩子 从二人的性格和人们的印象中来看 他们似乎真正属于白头偕老的那种感情 或许娱乐圈中的出轨事件频繁发生 使得人们对明星的感情表示从不看好 可真爱是能够经得住考验的 祝福他们 花千古之后的赵丽颖从中国电视精英奖最受观众喜爱女演员奖之后 就再也没有获得过大奖了 2020年是赵丽颖生下儿子一年后 真正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的一年 已经拍摄制作完毕的两部作品 将会在明年与大家见面 我们更拭目以待 结婚生子之后的赵丽颖会是怎样的一个演艺状态 从农村走出来的赵丽颖似有凤凰涅槃的意义 这位知足于当下努力于工作的演员 让我们相信属于自己的世界总会由气而至 好了今天八卦与子匠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明天见